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一名戴口罩穿藍上衣的男子 與羅姓被害人擦肩而過 下一秒突然回頭 拿鐵條從羅姓男子頭部 就是一陣猛雜 男子當場被打到站不起來 就是另外兩名同伙加入全武行 一路從路邊打到棋樓 感覺到後方有一個男子在跟蹤他 在正面交會的時候 就撈到後面去追打他 回到事發現場 羅姓被害人就是在這個地方 被打得遍體鱗傷 5號凌晨將近2點 家住桃園虎頭山附近的 30歲羅姓男子 下班準備走進住家時 遭到三名蒙面惡煞 手持棍棒從後方痛殴 整個事發過程不到一分鐘 後來記得有另外兩個男子 追上去用儀式 鐵條路的東西 來攻擊被害人 造成他的頭不遇傷 頭一口 手一口 說是在你門口中用什麼 三名蒙面惡煞下手凶狠 羅姓男子被打到痛得大叫 直到鄰居開門查看 大喊警察來了 惡煞才逃離現場 羅姓男子表示自己沒有和人結怨 不知道為什麼遭到毒打 而這起隨機打人事件 也造成附近民眾人心惶惶 警方也已經調閱附近監視器 要釐清三名惡煞身份 記者林中正李逸璇桃園報導 露獎 露獸 示範